你不想要 好好地一个姑娘家 怎么说话 跟土匪似的 谁让我看上 你这个麻匪崽子呢 不用点土匪做派 下半辈子 怎么震得住你啊 你明天早上 帮我出城 送一封信给徐光耀 为什么突然要 给光耀哥送信 出什么事了 可是刘傅手下有两万人 你只有两千人 你能支撑得住吗 这刘傅呢 一直在养兵 而且他手底下的兵 久不操练 我谭家军 可是从战场上 拼杀出来的 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 肯定没问题 我相信你 我明天早上就去 好 那我让谭四子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天晚上 我们要拜堂成亲 那我没有双子 你当时要有什么奸行 鸡眼前来支援 也是麻烦的 你希望我们应该 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 要不还是等你回来 我觉得不草率啊 反正我是想好了 舔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 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 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 如果 我的意思是 我不会有别的想法 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 签了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 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麻匪崽子呢 不有点土匪做派 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 你怎么看上你这个麻匪崽子呢 不有点土匪做派 我哪里写得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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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 我哪里写得不对吗 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 怎么 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 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 我说蕴桥你扯哪儿去了 啊 我们把名字写上 从此以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